中心这个软地儿称为中顶 这个中顶就是在五星上都是说的一个中途 路这个东西那边中 这个中就是中顶 就是中途 在平常演练的时候 要将就十字路口去登这儿的 就是我站在十字路口 我这几点是只能掐紧共吞 又能后腿挖回左 又能左股右爬 变好 紧如舵 就是紧到舵 方向扁的舵 对自己很有理的一个条件 这就为五星的捕发变好 他这个捕发变好的好坏 刮紧到你在积极中输赢的刮紧 你捕发调整不好 你抓不住劲了 你也抓不住劲了 各种对方怼你了吧 那是抓不住的 所以说中顶 这五星捕发 要调整好 在捕发上 身份上也说了 将就不定不批发 要怨火 是吧 承怨 支撑方面 那才行的 必须要按特殊的要求 去直到位 才能收到一定的成效 现在我看一看这个 状况 一直打的市家畅老 是一直很累的 这时候 也不听实话 很累 怎么样的收工 怎么样的划活 自己的情绪 怎么跳过自己的 直体的活动 不过 这个要有 正确的 收工的方法 它具体的办法是 在扎好以后 要收工的时候 两个手 朝小落 身体朝上去 在这个时候 两个手 挖上发 一旋 再碰 手腕上去的时候 带动结根 起来 起来以后 蒙一松 啪 这就是蒙一松 这就是 利用结根 两个结根 往下断 的 最后 利用这个分儿 蹲个五六次 四五次就可以了 为了收工身体的运活动作 所以要做到收工 再一个说说这个顶部状况 在它的仪式活动 在仪式活动上 打好状态后了 打到一定程度了 感觉哎呀这个 这个胳膊不是个紧了 这个夹着酸奶肉里不行了 可以松松可以放松 起起落落放松放松 再一个这都长了 感觉很长了 可以懂懂这都跳成跳成 都叫做松松 哎放松放松 这就是实时放松 你放松放松就能在价值几分钟 一直下着价值下去 这个状就是按你梯子的要求 你在炸你能炸多长时间 正炸多长时间 你越炸的时间上 你越身体功力大 是吧 这个就是看着自己的主动去炸的 这不是老师催的 你必须叫梅太国炸壮 就是自己想着弄这个东西 脸好脸到身上 就得自己主动去求它了 所以说世间就是功夫 现在我给讲解一下这个 祸补状供 所谓祸补状供 就是动补 就是利用补法的 掐紧后腿的跳成 进行太极圈 状供的训练 这是我通过六十余年的 压功体会 终结出来这个 祸补状供的状况 因为巫师太极圈 它的目视就是拉扎义 这个拉扎义时分 它代表了正格太极圈的辩合 再一个 我老师 魏培林老师 在我小时候给他说劝的时候 他就在教了 每一家的两个套路 就是走祸补状供 他就是走这个拉扎义 我根据他 叫我的体会 下载我在市面上推广的这个东西 祸补状供 我下载给压实一遍 两家分开 与家痛快 在碰起手的时候 身体向手 松转 把小硬啊 精神要领起来 整路 台阶圈里头七十 再往下就是走拉扎义 物极生台阶 台阶生阴阳 腰腿一动 那确实重量防御腰腿 就分开营养了 虚实变化就有了 我下供腿 爪腰 倒手 根部 驴带 松肉 松碎 肱部 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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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部 松衬 肩部 拱腿 腿部一直同样 我会落 腿部 捧起来 然后退部 我会带上 放松 松衬 把腿推上去 拱部 拱部 变 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